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市场上是有买姜鲜 包括好多饭店都在经营姜鲜 现在以前过度补牢以后 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 长江进步以后 我们市场包括我们家 都已经不卖姜鲜了 之前的姜鲜占到我们总牛收 应该在20%到30%这样子 像河豚 姜茴 姜白鱼都是有的 现在就是所有的 这个江苑旗下的所有门店 就是姜鲜都是全部禁售的 之前也有一些拘捕江段 或者是部分时段的一个 鲜鱼的措施 但是从全江段 持续十年的这种鲜鱼 应该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充分体现了国家 对恢复长江的生活段性 和生态系统的高度重视 长江的资源是很少的 然后慢慢慢慢地这样搞下去 我们的资源就没有了 这样的话就是造成我们 以后子生后代 他都没有这个姜鲜可用了 消费者只有自己做好了 才能消灭上面的沿途 没有供货源了 我们把这个绿水青山 把自己的家庭维护好 一会儿 如果有一点 在这种方法 这个绿水青山 有点灯